大家好,我是麦斯学院,有点稀里有点帅的Black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那个Submit Update Blocked的Model 但是没有讲里面的具体逻辑 那么这一个课呢,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接着往下讲 先来看一看它里面的具体逻辑是怎么回事 我们点开这个文件一看啊,就像上节课老说的 哇,好简单,感觉没几行东西啊 怎么就把这个编辑这么复杂的事情给做了 首先这件事情,老师要这样说啊 编辑再复杂,能有发帖复杂嘛,对吧 所以它逻辑理论上应该比发帖要简单,是吧 然后呢,我们的主要逻辑啊 还是在数据库里来操作的,对不对 就是更新数据库嘛 所以说呢,我们的逻辑啊 看起来简练还是得益于我们这套框架吧 因为我们这个道层它做了一些事情啊 做了一些事情,把一些比较复杂的数据库操作 封装起来了,所以我们的代码看起来就这么简单 好,我们先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道层,我们点开道层 这个道层啊,里面有一个update block,是吧 哎,这一看还是很简单啊 直接就掉这个update,对不对 直接掉这个update 可以啊,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它为什么能这样做啊 为什么能这样做 我们看一下,找到update 你看啊,这update啊,它就是一个 把一个update规范化了啊 只要任何的update都可以来做 那我们这个update呢,又没有什么特殊逻辑 所以直接掉它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里面逻辑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model,我们再回到model里 这里啊,这里啊,有个同学就不理解了啊 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onset的一些东西啊 这onset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现在来老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把这个接的参数先打印一下 在它onset之前啊,我们打印一下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任何奇怪的东西 你看不明白的东西,你都可以打印一下 然后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回事 这样呢,我们就能知道 我们当时写这行程序的程序员心里怎么想的了 这是一个开发过程中比较重要的技巧啊 好,那我们在这里面也提交一下 我们发现它已经打印出来了,是吧 我们把这修改一下 它的编码有问题啊 我们修改一下 现在UTF8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它里面有这么一些参数吧 Action,Title,Block BlockID和EditorV6 是吧 那我们老师在这里干了什么事儿 把BlockAction去掉了 把这个Block的EditorV6干掉了 把这个ID干掉了 朋友应该知道Outset是什么意思啊 Outset就是说把这个东西从内存里消 就是释放掉 也就是说把这个参数清空 对吧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BlockData是干什么啊 我们直接把这个BlockData传进来 然后直接就作为修改 要修改的内容啊 要修改内容 那现在同学们针对像前面这个Outset和这个 应该弄一个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修改的这个内容啊 数据库里面有Action这个字段 也没有这个EditorV6这个字段 我们EditorV6这个字段 附给了这个Block 是吧 附给了Block 也就是说啊 我们喜欢修改Block这个字段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字段 如果这段传进去就会报错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ID给干掉啊 干掉ID是为了安全啊 不能不停的修改主件 如果修改主件的话 修改不好会出现错误的啊 会修改错误的 然后这里就掉了一个UpdateBlock 然后把BlockData传进去 然后呢 它的参数就是Ware参数是什么 ID等于thisSafeID 同学们这个逻辑很简单啊 也很简单对吧 那么这里呢就实现了什么 就实现了 怎么去修改一个帖子 我们现在看一下 刷新一下 然后继续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哎帖子已经修改完了 修改完帖子以后 为什么会到这个帖子的详情页啊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接着讲的内容 我们看啊 这个地方它修改完以后 我们会怎么返回啊 如果修改成功 那么我们这个code就等于0 如果不成功对吧 那就应该是-1 这是一个三元运算符 同学们应该也见的多 老师精神这么写 应该能理解吧 这里面这些内容啊 看起来很简单 有些同学们还会觉得很复杂 或者说觉得老师写的很奇怪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没有写过 知道吗 写程序啊 就是这么一句话 演过千遍 不如首过一遍 这些逻辑 如果同学们自己写一遍 会发现确实非常简单 光听老师讲 可能讲的还有点云里雾里的 所以说在这里插一句啊 写学程序 学程序 程序就必须要去写 如果你不写的话 不写的话 你根本就学不会程序 不能光听老师讲啊 就觉得自己学会了 这样是不对的 一定要自己抽出空来去写 如果你写的跟老师不太一样呢 能行吗 能行没有问题 这是你自己的一种想法 老师也非常的赞同啊 但是一定要自己写 写完以后 你就会发现这是什么意思 好 那么接着把它讲 我刚才讲到 我们把这个code 要么复为0 要么复为-1 复为0的时候代表修改成功 复为-1的时候代表修改失败 那么修改成功以后 它为0这个时候到哪里了呢 它应该是到了这个action里来 submit update block action 到这里来 是吧 我们看到它 这个时候如果code等于0的时候 我们这里做一个location 跳转跳哪里 跳到block info 跳到那个页面 就是说 这个详情页 跳到这个详情页以后啊 就代表 那个博客的修改已经完成了 我们也看到了修改的内容 是吧 好的 那么这以上讲的这些东西啊 就是说 博客修改的一些逻辑 同学们可以花个几秒钟的时间 在脑袋里过一下 这逻辑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好了 我们把修改已经讲完了 现在呢 我们接着往下讲 讲什么啊 讲怎么删除一篇博客 对吧 那我们就删这篇博客啊 就删这个pblog 讲的修改 就删除这个 我们点一下这个删除 发现他 诶 弹出了一个是否确定 是吧 如果不弹 直接删除 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 但是呢 作为一个合理的需求吧 最好是弹出来 不要直接一点就删除 连用户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是吧 这是一个 逻辑上设计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 你要不这么做 产品经理可能也不能同意 然后接着往下看啊 他是怎么实现这个东西的 怎么实现这个弹窗呢 那我们现在应该看哪个页面呢 我们应该看manblog.tpl 这个里面实现了这个删除按钮 是吧 同学们 是不是想一想 我们删除是不是在我的博客的列表页啊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模板啊 模板里怎么写的 这里是一个链接地址 这是说他要跳转删除的那个地址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unclick事件 上面怎么写的啊 这里直接写到这个 把JS写到这个unclick事件了啊 这也是JS这种快速写法 我觉得这样写 因为这个代码比较简单嘛 所以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问题 你看啊 这里掉了一个confirm 然后里面呢 文字是是否确定 如果啊 返回的是false 那么就什么也不做 unclick事件告诉我这个href链接不进行任何跳转 如果它是true的话 那么就无所谓啊 它什么也不返回 代表这个事件就废了 同学们能理解吧 这个事件就做了这么一件事 删除 是吧 刚才点取消 它返回就是foss 这个时候不做任何跳转 好 那现在我们点一下确定了 点一下确定 这个时候它就进行跳转了 跳转到这个地址以后 发现这是个白页 为什么是白页呢 那是因为这个逻辑还没有完成 接下来black就带着大家 把删除博客的这个逻辑 一步一步来完成 那么我们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同学们 应该知道老师讲课的风格了 是不是 我们首先找到delete block action 是吧 我们看到这个action 这个action里面 它调了一个delete model 如果这里没写 同学们 那就自己把delete model写上 是吧 这是一个 我们这套框架的一个流程 这个model 里面调了get result 是吧 我们就不去讲这个调 为什么要调get result 因为以前讲过 那我们现在直接就找到这个model 把相应的逻辑 完善起来就好了 我们找到delete model 这里确实什么东西也没有 什么东西也没有 那么我们现在要写 什么呀 要先插个parameter 我们就插个parameter 就是检测参数 这要检测一个什么参数呢 就是id 我们检测这个id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 就报一个异常 id当然是必须存在的 如果不存在 我们去删什么呢 对吧 文学们 然后呢 我们参数检测完以后 我们就来执行逻辑 执行逻辑的时候 这里拥有了一个block 倒block 就是说把这个操作数据库的具品拥出来 那么我们这里呢 写了一行注释 判断是不是自己的博客 如果不是自己的 怎么能随便删除呢 对不对 当然 如果说是有管理员的话 那还要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管理员 这就不应该是判断是不是自己的博客 而是判断 有没有权限删除这个博客 这里的判断逻辑啊 同学们自己去写 同学们自己补上 自己补上这个判断逻辑 当然这个判断逻辑具体是说 自己的还是管理员的 同学们自己去设计一下 老师这里就不进行设计了 那么同学们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在设计这张表的时候 是怎么设计的 我们是不是设计的一个 isdelete字段啊 这个字段是用来做什么呢 这个字段就是用来做删除的 这种删除叫做什么 叫做数据库删除 也可以叫虚拟删除 我们使用的是什么 什么什么circle呀 update这个circle 来做的是删除 伪删除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做物理删除呢 我记得老师应该讲过 物理删除删除完以后 很难恢复这个数据 而且恢复起来成本非常大 完全没有必要做这个删除 那么可以理解为 删除这个博客 就是跟update一个博客是一样的 是吧 就是update博客的属性 是那个 isdelete的那个属性而已 是不是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掉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掉这个 到blog下的这个 update blog的那个方法呢 我们去看看这方法怎么写的 我们是不是直接掉这就可以了 当然可以 但是呢 我不建议这样写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写的话 你 再来看这个代码的话 你会觉得很奇怪 那我们应该怎么写啊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function 就是说的 delete block 虽然他们俩干的事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方法区分出来 区分出来以后呢 后人来读的时候 一看到这个方法 就知道 它是删除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编码上的一个技巧吧 或者说是一个规范 你做什么事情啊 你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会重复一点 但是重复一点呢 会给后来的成员员带来方便 给自己读代码的时候带来方便 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是吧 这里的注释 寫叫delete block 好 那我们就调这个 然后再把这行附进来 就可以了 是吧 但是我记得老师在调base里 也写过一个delete 对不对 这个delete是怎么干的 这delete还是 是吧 同学们现在是不是觉得说得点快 然后再给你看一下 老师现在已经到base这个类里了 就是说 数据库操作的积累里 我们看到老师记得自己写过一个delete 是不是啊 自己写过delete 这个delete呢 掉的就是这个updateware 是吧 同学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写的更简单了 它只需要传一个ware进来 然后呢 这个update这个data里的这个数据 它已经写好了 是吧 很简单 那我们就掉这个delete就可以了 但是同学们掉这个也可以啊 两个都可以 看看自己到底喜欢掉什么 但是我老师的建议是还是掉delete 这样子的话会对以后后人来读你的代码 还有维护代码会非常的方便啊 我们就掉就到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传那个data 是不是啊 因为data就是把delete改变一下 对吧 这个delete里面也只有一个ware字句 是吧 然后return出来 那我们现在掉下这个block delete block 我们找到那个model 叫delete block model 好 我们把这个复制上来 那么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需要传一个ware是吧 ware什么呢 ware什么 ware就是说id 是吧 id等于this paris 下的 是吧 sif 下的id 把这个ware传进来 然后呢 ret等于这个 这个ret啊 不是true 就是false 是吧 那么这个逻辑就跟那个update block完了以后的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来更改它的code result下的code 不然它code等于什么呢 如果ret等于等于true 那么 它就等于零 如果不是true的话 它就等于-1 然后把它result出去 好的 这个时候 delete model里的操作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就应该去action这个层里去看 我们找到delete block的action 这里呢 我们这样的判断 跟那个update的是 update block一样 首先先判断 它的code是不是等于零 如果等于零的话 那么我们进一个heider跳转 这个跳转跳到哪里去呢 我们应该跳到 跳到什么 跳到这个 这个页面来 对吧 我们显而易见的就知道 它是否被删除了 对吧 然后我们进行跳转 这个跳转同学们会用吧 location 然后冒号 我们要跳转的地址 是吧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删除以后 这里面 这整个逻辑 能不能走通 我们点删除 删除这个 我们发现它没有跳到我们想跳的那个页面去 我们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先看action 这里虽然问题了 我们location写错了 应该是这样写的 location location这里 应该这样写 不要那么多空格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能不能跳转 好 它进行跳转 它往后就发现它已经删掉了 对不对 同学们 那么这个方法我们还有哪里可以完善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样子删除有没有问题 我们先删除这个 这是我的第一篇博文 你会发现删完以后 它又跳到第一页去了 这里是不是不利于我们用户的操作呀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几页删除 跳回第一节去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传了一个 传了一个 配置这个参数呀 有些西京同学可能记得 这里传一个配置的参数 那么我们跳转的时候 是不是跳转的时候 把这个参数带上就没有问题呢 那我们试一下 这个参数呢 就在result下的parameter里有 我们直接写上 把它加进来 下等 save 我们这个时候进行一次删除 看一看 是不是还能跳转到 删除的那个当前页去 我们现在删除这一条 你会发现 它还跳到第二页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完美的解决了 跳转以后回到首页的问题 好了 那同学们以上呢 就是我们删除的所有逻辑 我带着同学们写了一遍 同学们应该也能有更深的认识 我们的删除其实跟更新是差不多的 对吧 同学们可以自己去想一下 我们这样做的好处是哪里 回顾一下老师讲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件课的作业是什么呢 就是老师刚才在代码里写的那段注释 怎么判断是不是自己的 是不是有没有权限删除这个 删除这个博文 逻辑 同学们自己去写一下 然后呢 同学们再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只有自己可见 我们以后会涉及到这个地方的开发 这个只有自己可见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首页 这里展示所有用户博客的时候 不展示 不展示什么 我自己不想让别人看到的那个博客 就是勾着自己可见 别人就看不见 同学们思考啊 这东西怎么做 好的 那么这节课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收看 有点系列有点帅的Black 给大家分享程序上那点事 下期我们再见